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我們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攝影日常的影片啦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張照片 就只有三張照片 一整天只拍了三張照片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張照片都拍攝的曝光超過半個小時 曝光超過半個小時呢 而且是在白天拍攝 那為什麼可以曝光半個小時這麼久呢 因為我加上了一片超黑的十五級濾鏡 十五級濾鏡真的是超帥 那但是它很貴啦 反正就是很少使用到這個十五級濾鏡 因為它真的是很神奇的濾鏡 你知道十五級濾鏡可以減多少光嗎 我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一看 以我的經驗呢 如果是在大太陽底下大概是五百分之一的快門 F10然後一百ISO 那如果插上了那一片十五級減光鏡 我們就可以曝光一分零六秒 一樣是ISO100然後Aputure10 我們可以曝光一分 中耶 超瞎 今天是有點飄雨然後陰天陰天 所以我們可以曝光長達半個小時這麼久 沒關係我們就來電腦跟大家分享一下 順便來處理一下我們今天的影像 OK我們今天要用的軟體叫做Luminar 它其實就有點像是Lightroom加上Photoshop的組合軟體 付一次錢你就可以永久使用 那每一個拍攝地點我都會先拍攝一張確定曝光的原始照片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再拍一張有加上十五級減光鏡的照片 就是確保 因為十五級減光鏡加上去我們就要等半個小時才能看到照片 真的要等很久很久 所以如果沒有確定構圖啊或者是沒有確定曝光的話 你過了半個小時才發現你就是浪費半個小時 那整個拍攝過程呢其實就非常非常的久 因為你就是要先拿相機確定好構圖啊 架好腳架 再一次確定所有的構圖 像是邊邊角角這裡我要保留多少空間 下面我要保留多少空間 都要仔細的去放大檢視 這也是我第一次把我的齒輪雲台拿出去拍攝 真的是哇超級好用 那種非常細微的微調都是變得非常輕鬆 跟球弦雲台是完全不一樣的等級 球弦雲台就是方便快速 但是齒輪雲台變成非常精細 它也可以非常快速 但是它的價錢就比較高 所以平常沒有人使用 那今天的這三張照片都是在心意去拍的 那這一張照片呢就是主要我想要呈現就是 這兩台計程車在那裡亂停車 而且他們停的還蠻久的 你看曝光半個小時 計程車都還看得清楚 表示他們真的是停了非常非常久 違規很久很久 啊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到底在等什麼 它寫空車耶 它沒有人然後它在紅線等 等人應該不能在紅線等吧 我也不知道 但是真的很多計程車都寫 喜歡在紅線等 這就是一個台北的交通狀況 他們就喜歡在紅線 然後也不會被開單 這問號 而且這曝光半個小時照片 你可以看到這張照片的紅線區域 其實停的不只這兩台計程車 其實前面這裡還有一台WISH Toyota WISH 然後後面這裡還有一台 另外一台車 反正就很多計程車這樣停著 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沒有被開罰單 就這樣停 那曝光半個小時這麼久 這個信義區這一個斑馬線 其實都是很多人的 那曝光半個小時真的都消失啦 看起來就很酷炫 一個空空的 然後有交通車流狀況的信義區 來吧我們來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的照片 那個對比 那個高光 高速調整一下 OK 鮮豔度我想要讓它降低一點 因為就是陰天陰天的 我也不想要讓這個鮮豔度太強烈 不要讓顏色太多啦 就是有這個黃色跟黃色出來就好 那我們的飽和度就可以讓這兩個顏色超級爆炸 應該是沒有關係 我用了一陣子這個軟體 我覺得這個Detail Enhancer 就是細節的部分很有趣 就是它有小細節 中細節 大細節 那我很喜歡就是把小細節整個 讓它消失 因為我覺得 一張照片如果太銳利的話 就太多小細節 效果不是很好 那中細節就可以讓它變多 然後大細節就看有沒有需要增加 我覺得這樣子的效果真的是 我還蠻喜歡的Foliage 那通常如果想要增加暗部對比 在Lightroom裡面我們就會去拉曲線 但是這個軟體有另外多出一個叫做 Shadow Contrast 就是暗部對比 我們就可以直接輕鬆的去增加我們的暗部對比 就是讓黑色跟灰色的對比再增強一點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細節 這樣子 這張照片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的前面 後面 就是這樣啦 這張照片可以改進的地方可能就是 左邊這台車 我覺得 沒有 我原本應該是想要保留吧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構圖 只切到一點點 然後它沒有完整的出現 不知道應該要再往右邊一點點 然後把這台車避掉 整張照片會更好 其他應該都沒什麼大問題 天跟地看起來都還行 這台計程車也還蠻OK的 還沒有爆框 但是後來才出現了 所以算是幸運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張照片的調色 直接複製貼上到我們下一個地點 然後我們再來做稍微微調一下 那這張照片這個地點就是 星光山越中間的一個廣場 那這邊假日平常就是超多人 平日也很多人就是會走來走去啦 但是沒有街頭藝人這麼熱鬧 那我想要拍攝就是一個 空空的 沒有任何人的一個廣場 這張照片也曝光了168秒 這麼久 稍微調一下色溫 這個感覺有一點 太冷了 主要是植物跟建築物 還是有一點陰天所以不要太黃 4000啦 給它4000 OK的 那這張構圖一樣 齒輪雲台超棒 就變成這種 剛好我想要切到這種東西 我就很容易做出來 如果是球顯雲台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 就是剛好切到像這樣子 一點 就是完美把它切掉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右邊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是什麼 廣告牌子吧 為什麼出現我也不知道 下次拍攝就變成 角落都要再注意一下 像是上面這個方塊 我覺得如果把它保留 應該會更好 就是現在也有切到 但是整體照片 我覺得還蠻平衡的 就是左邊的星光三月門口 然後跟右邊的樹林走道 我覺得還蠻平衡的啦 那這張照片我也故意把構圖 再往下面 就是下面留空多一點 因為我想說就是 還是會有一些人這樣經過 就是有這種人流 你看這裡有一個人 它看起來站滿久了 效果還滿讚的啦 我還滿喜歡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高光 我們高光其實可以再炸掉一些 沒關係 因為這其實天空就是一片灰灰 其實沒有什麼細節 我們就直接讓它炸掉 高光對比我們也讓它增強一些 讓高光的 對比的地方 讓它調整一下 好啦 就是這樣了 就讓它稍微炸掉 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真的是沒有細節的部分 陰影的對比中心點 我們也來調整一下 讓黑色的部分再更黑一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before跟after 就是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這個其實 原本其實還滿糊的 就是對比超低的啊 那我們直接把它拉起來 哇 真棒 好 我們來第三張照片吧 第三張照片有點算是失敗 這左邊這一台計程車到底是怎麼回事 它又在違規停車了 破壞我的照片 真是討厭 原本這張照片想要呈現的就是斑馬線 然後紅綠燈兩個 在左邊右邊 然後就是看不到任何人 就是有人這樣子跑來跑去 然後讓它有點人流的感覺 但是左邊這一台計程車就有點 嗯不知道 因為半個小時我也沒有辦法說 我們就是取個瞬間 然後我們就可以結束這張照片 不行 半個小時它出現在那裡 我們就只能 啊趕快走趕快走 然後結果它就不走 然後就停在那裡 那也沒有辦法 那這張照片的構圖呢 左邊其實這裡有一個垃圾桶 所以我把它避開 然後剛剛我切到這一個 精品名牌店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牌子 但是就給它切到這裡 那我們右邊呢 就想說就給這個廣告牌子一點空間 所以我們就也切到這裡 那我這張照片的地理就留比較多 因為主要是斑馬線為主題 上面的空間就是沒什麼理它 對看起來是沒什麼理它 因為重點是下面這個斑馬線 我們直接複製貼上一下我們上一張照片的效果 哇塞 這個有點爆炸了 呵呵呵 樹有點太鮮豔了 那我們的色溫感覺還可以再加起來 4100好了 4100 讚喔 就是這樣了 天空好像也是一樣爆炸 我們就直接把天空的高光對比拉 超低 高光這些炸掉 那我們影影的對比好像有點太強了 那我們就稍微再調整一下 今天拍攝還蠻好玩的 就是我在那裡拍攝架好腳架 放了30分鐘嘛 要曝光30分鐘 但是 中途我就是滑手機 會會影片的留言 但是就是 有很多記者在那裡訪問 那我就直接被訪問了兩次 反正就是他們做節目嘛 已經有幫幫他們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攝影市場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還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bye